我今年26岁,工作不是很好,也不稳定,不在国企单位,工资不高 我信佛,每天念佛,突然想找信佛的女朋友,但是很久没有找到 可能是现在的女孩都比较现实,我想我的佛化家庭要破灭了 如果家里人给我找个不信佛的女朋友 以后结婚生活在一起,肯定因为吃肉还有其他方向的障碍 我很矛盾,不知道该等这个信佛的女朋友呢 还是要找一个不信佛的女朋友结婚算了 我也经常梦到外星人侵略地球,知道那是世界末日 我想提前回到其他世界 哎呀,你这妄想太多了 要知道,一切都是感召来的 你这信佛的女朋友,你想要,你不是去找就找,找得到的 感召来的 首先你自己要信佛 你自己努力地学佛 你真正要求生净土 你要看破放下 那同修道友是自然感召 你现在这是妄念了 感召来的肯定都不好 要放下 自己不要去想 既然你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 那这个世界什么都得放下 女朋友也得放下 女朋友放不下,你肯定往生不了 你还说这个外星人要侵略地球 世界末日了 你梦到这些东西 你想往生 那你就得放下 我是没有结婚 现在出家 这种事情我就早就看破放下 直到 结婚 真正说幸福的婚姻太少了 这事我早就知道 因为我虽然呢 这个很小 但是我看得不少 那时候我 因为我家里父母也离异 那看到呢 这个身边很多很多这些家庭破裂的例子 即使是呢 学佛的人 也一样 有这个家庭破裂的问题 所以知道啊 幸福不是向外找来的 向外攀球 往往求来的是痛苦 是烦恼 所以最好不求 如果你真正有这个缘 佛菩萨给你送来 你有佛菩萨安排吗 不要去求 所以出家也好 结婚也好 都不要求 全让佛菩萨安排最好 你看古人都讲嘛 天赐良缘嘛 良缘天赐 自己找来的 往往不是良缘 天赐的是良缘 你就等天赐给你吧 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找 可遇不可求 那真正学佛的 有志于 这一生成就道业 那这个 银念呢 要放下 楞颜金上讲 这个 银是生死根本 如果银心不除 臣不可除 就是不能够除三截六道 你想往生净土 也要把这个念头放下 虽然未必能够跟断 但是至少要复断 你心清静 念佛 自然才相应了 我可以试试